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知道去年我们国家有公布一个人口普查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对于普通老百姓讲只是一零创的数据 您作为一个人口学者能不能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当前人口现状 这个数据出来以后还是引起很多人的震惊 因为这个数字很多 但只要去看一个最关键的数字 就是平均每对夫妇生多少个小孩 这个低头身后普查出来的数据是1.2 每个平均每个夫妇生1.2个小孩 即使这个平均后普查有10%到20%的漏爆 这已经是个绝对的上限了 那中国平均每个夫妇才生1.3到1.4个小孩 那这个也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 或者说生育率最低的这么一个国家 上海的生育率只有0.7 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一个水平 对上海北京很多大城市都是0.7 0.8 这是在世界上所有的人群里面的生育率是最低的 那这也很自然 因为你只能让人家生一个 而且有30%20到30的人 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孕或者是丁克或者是剩下来了 就是剩女啊剩男啊这些 那实际上如果每个夫妇还愿意生的 能够生的只能生一个的话 那结果整个人群的就生率就是0.7 那如果长此一往后呢 那非常可怕 就是每一代人就减少到三分之一 那每两代人就只有十分之一了 那如果全国都像上海一样的话 那过两三代人 中国人口就现在是十分之一了 但这个是完全是不可持续的 您觉得咱们中国人口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就比如说人口结构发明的 这么低的生育率就意味着平均每一代人 就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要减少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那就会引起这么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倒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 比如四个父母两个 四对爷爷奶奶上一辈子 到你父母这一代只有两个 到下一代只有一个 那这样的话就引起这个人口结构的严重的老化 那如果是当你这个独生子女一代 成为这个社会的中间力量的话 那他所需要抚养的这个老人的话 可能就是两个 或者是平均每一年后两个 甚至于四个 然后工作人口这个人口年龄结构也极度老化 就公司里现在平均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岁 三十岁这个人群是很大的 八零后是一个很庞大的人群 但是过了二三十年以后 当零零后九零后成为这个企业里面的主体的 这个最多的这个 需要他们这个担负期这个企业的中间力量的话 他们的人数减少了 而他们上一辈五六十岁的人就比较多了 公司在公司里面员工的年龄结构就会严重的老化 这对整个经济的活力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 目前大家讨论一个性向也是 就是说男女比例 男女性别比例差的非常多 这会你觉得这会引发什么后果 男女比例的失调主要是因为 就是你强制性的实行说 因为他如果你生了一个男孩就不让再生了 如果生了一个女孩的话就再生第二个 那实际上你看其他国家的这个生育的情况 一般来说所有的实际上所有的人的共性就是说 你生了男孩后要想要一个女孩 生了女孩以后想要一个男孩 这跟重男轻女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就是希望儿女双全 这是一个天性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 让生了男了不让再生了 那生了一个女孩的话还可以生第二胎 生了一个女孩的话这些人自然的希望再生一个男孩 那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说他做一些人工的这个性别鉴定 跟人工流产的话 使得生了女孩以后第二胎的话 生男的比例高了很多 估计要高到40%到50% 然后这样跟其他的一些地方 跟生一胎的那个男孩平均一下的话 使得总各中国现在男孩比女孩要将近多了20% 刚刚我们谈了很多现在人口的问题 就您觉得这么多问题 哪些是因为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 哪些是因为人为干扰所导致的 就是我说一个自然的一个生育率 那现在为什么说即使是你中性的政策 人家也生了不是很多呢 因为确实现在中国跟其他国家一样 那我们看看美国什么情况 美国是绝大多数夫妻 他理想的生育的小孩数量是三个 那就是最终当然就是大多数人 就结婚的人里面 有大部分是生三个 然后一小部分生两个 还有一部分生一个 还有一部分不生个 最后这么一算的话 这个社会正好够两个 所以你必须有一大批的人生三个 才能弥补很多人只生一个或者不生 中国现在绝对没有这种状况 所以中国实际上离这个理想的生育率 或者维持人口结构稳定 或者是温和下降的这个生育率要差 要差很远 那多少是人为的因素呢 中共的生育率应该是在1.7年吧 是温和下降生育率的下限 实际上只有1.3 1.4 所以还有确实是相当一部分的 这个生育率的这个下降 不是因为自然的一个经济因素 确实因为是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政策 高额的罚款 或者农村是更采取一些更极端的措施 那这部分绝对是对经济非常有负面作用 而且是对政策管理上也是巨大的一个成本 您觉得是不是都是因为计划生育所造成的 中国生育率是现在成为世界上最低的 而且在这个收入水平下 这成为世界上最低的 那肯定是计划生育的作用 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也是说 为什么要停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人口的温和上涨和温和下降 都从经济上来讲的话 都是可以接受的 不能接受的 就像现在这种人口结构急剧的变化 那现在人口急剧的变化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因为你还是在执行一个 30年前的一个不合10亿的政策 所以这个人口下 已经下降到一个危险的水平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做的 就是把它恢复到一个 恢复到一个温和的水平 假如计划生育把它看作满分是10分 您觉得它的功过更占几分 其实中国在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 人口生育率已经降到了2.5 2.6 已经不是太高的水平 但是说这样对经济到底有好处 有坏处 这也是很难说的 因为很多国家都没有实现计划生育 很多国家的经济也发展得很好 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实现过计划生育 很多发达国家 所以它的经济也发展好 人口也这样涨得很快 有些国家实行了一些温和的计划生育 它的经济也可以 所以很难评价 那个时候它对经济产生了正面 或者负面的影响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继续执行的话 肯定会对将来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您提到现在人口是在急剧的变化 您觉得就是说 现在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 制定人口政策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 就是还是要考虑到这个政策的这个滞后性 就是它这个政策做的作用 对将来的劳动力市场 将来的中国的这个经济产生影响 要二三十年以后 那现在可能在某些方面 中国还是觉得人很多 人过多了 比如说房子很贵啊 或者是这个 就有些地方比较急啊 或者怎么样 学校 有些比如说幼儿园不够啊等等 但现在这个 你现在生出的小孩 至少是五年 十年以后才会上幼儿园 二十年 三十年以后才会走上工作岗位 那中国这个 要一定的前程性 你现在多一些这么多人的话 二三十年以后 肯定是成为这个贡献社会 或者是成为一个生产者吧 或者是成为一个将来中国经济的一个生理军的话 肯定是有利的 那个时候你说一定会什么东西紧缺 很难说 现在照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建设速度的话 或者是投资规模的话 那中国肯定过十年二十年 这个房子是过生的 那房子过剩的话 也就意味着城市 城镇化已经是就是过剩 当然了你说北京最急的地方 上海最急的地方肯定还是急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 最繁华的地方 最中心地带肯定是急的 这个跟人口一点关系没有 但总体来说 中国是不会缺房子 不会缺道路 不会缺这些公共设施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前瞻 假如这个人口政策不改变 您觉得未来会引发什么后果 这个后果还是相当严重的 因为这个虽然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时间不是很长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会有这么快时间 巨大的变化 但有些国家是类似于中国 不完全一样 比如像日本 而二十三十年前的话 日本的这个企业员工的人口 年龄结构还相对年轻的 然后那时候的日本公司也就是 三四十岁的人是主力军 还有比如说 三十五岁能够升到经理职位的 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升到经理职位 但现在这几年几乎看不到 三十五岁之前能够升到经理的这个员工 因为他的年轻人越来越小 老人都把这些位置都占住 那这个企业的他的创新的活力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光是现有的企业 新的企业 创业的人才出来也是很少 他年轻人被压在社会底下 他没有社会资源 没有法源权 去没有的历练去抓住这些创业的机会 不光是日本了 我还看了很多其他的国家 就是人口结构越来越老化的话 他的创新创业能力就越来越弱 整个经济的活力 就会越来越弱 整个社会也不会变得比较保守 不论从经济政策 或者产业政策 它会变得比较保守 中国现在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到90后 00后这一代 二三十年以后 就非常不乐观了 那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程度 跟现在的日本差不多 甚至于比现在的日本更高 那如果再继续一下 实行计划生育的话 那再过 那到二三十年以后 中国的老化程度 就是实际上最高的 那个中国已经是相当富裕的 就有一个国家 但是正好是在中国 要爆发出一个 就是盛世吧 盛世应该是爆发出一个 最大能量的时候 确实被整个的人口结构给打断了 那个时候中国的 这个前景就不容乐观了 那时候想法来说 就是一些更加年轻的国家 比如说 印度啊 美国啊 会后来巨像 您刚刚有谈到印度 我们都知道印度的生育率水平是非常高的 您觉得生育率这一块 对于未来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会造成什么影响 能不能具体的谈一谈 印度人口现在跟中国规模 总体规模差不多 但它的生育率是中国差不多 一倍 现在中国现在可能是1.3 一种可能是2.5 然后所以它的小孩的数量是中国的一倍 那现在当然了 印度从总体人才的这个规模来说 不及中国 虽然它的小孩的数量是超过中国 因为它的这个教育水平还没有普及 中国现在逐步逐步已经开始普及高能教育等等 那但印度也会逐步普及高能教育 印度比中国落后20年 中国比如说10年前做的这些普及工作 印度再过10年会做的普及工作 所以印度到本世纪中叶就是2040年5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它的人才的数量就会超过中国 那你人最精尖的人才的这个质量也会超过中国 为什么 因为100个人挑出来的第一名肯定比10个人挑出来的第一名要强 那这时候印度的这个基础超过中国 计划生育已经实行了将近30年 你要是想废除这个计划 我们就必须要从观念上去改变它 我们知道计划生育的理论基础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您觉得这个理论也存在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不适应性 这个理论实际上已经在主流这个经济学家里面的 已经是完全是作为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经济理论 因为它主要是属于农业社会 那农业是主要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来源 收入来源的话 那确实土地越多的话 人也少 人均土地越多的话 它可能会越富裕 那现在经济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 因为土地占或者就是农业吧 占GDP的比例 现在在发达国家都小于5%了 中国已经小于10%了 将来很快就跟发达国家差不多 是占了一个非常次要的地位 所以在农业不能成为经济的里面 一个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 那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就完全占不住这样 在新的经济体里面 工业跟现代的新科技 那主要的这个生产力 或者生产力提高的来源 是在于技术创新 那技术创新的话 人多有它人多的优势 在世界方面 因为你人多的话 你的产业更加急剧 你人多的话 你的这个科技创造会更加高 人多的话 你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这样都会带来一定的规模效应 那世界上这些 就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每马尔萨斯现在已经基本上 没有人在谈这个理论 还有一种观念 就认为说 甚至少了才能带来人口红利 您认为这个是对的吗 人口红利是暂时的 因为现在小孩少了 你可能需要在小孩方面的投入 会比较少 但是当这些小孩需要他们来工作的时候 人口红利就马上就要还了 这些小孩的话 他的负担就会更重 因为他们需要抚养更多的老 代位的小孩需要抚养更多的老 而且实际上 抚养小孩的成本不是个线性的地址 就是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 不是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的两倍 抚养三个小孩的成本 可能只是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的 一点七一点八倍 绝对不是三倍 所以实际上抚养小孩也有个规模效力 中国现在这种都是养一个小孩 然后大家剧烈大量的投入 把这个小孩当成小皇帝来养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规模不经济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种观念就认为说 少生有助于紧轻就业压力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业跟人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因为人口一方面是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也一方面增加劳动力的需求 实际上失业率最高的是那些南欧国家 就是像西班牙 希腊 而他们的生育率确实是最低的 他们的生育率比日本稍微高1.4.5 在欧洲国家里面是最低的 所以他们的年轻人确实少了 但年轻人确实还是非常高的失业率 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时候会遭遇一个叫做资源瓶颈 人口越来越多会加剧这个瓶颈 对于这个逻辑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纯粹是个悖论 世界上没有国家在经济发展当中碰到一个资源瓶颈 至少在近代这个经济发展史上 那经济理论上有个叫资源诅咒 反而是资源丰富的国家 它会碰到一个资源瓶颈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悖论 实际上也不是悖论 你去看贪腐的程度或者这个社会发展水平 它都是跟资源是成反比 也就是资源越多的国家 它的收入第一是波动很大 就是资源价格好的时候它这个收入很高 资源差的时候波动很低 第二就是政府的话 它实际上是不思进去的 因为它靠卖资源就可以赚很多钱 它不是需要加很多税 所以也不需要对这个公民负很多的责任 所以它的这个政府的贪腐 或者是社会发展水平都是弱的 所以实际上是个负负比 你这四相关 我还很担心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人口政策开放了之后 会不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 城市居民生育率还是保持较低的水平 但是农村居民的生育率 突然提高大量的新增农村门口 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会产生一系列的社费问题 会不会存在这种现象 现在实际上这个政策是倒过的 因为现在实际上 中国之所以为什么还有1.3 1.4的生育率 是因为农村它并没有实行严格的 一胎化政策 实际一胎半的政策 或者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它是实行两胎 就是放开的政策 所以这种事实上 反过来是歧视人口 城市人口的生育率 如果完全放开的话 那歧视同仁的话 可能对城市的人口会更有帮助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实际上现在的 虽然说中国的城市化率 是50% 同期来说 但是如果看下年龄来分的话 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80%都是在城市里面工作 可能大单倒过来就是80%的老年人 还留在农村 所以实际上中国城市化率 如果按照生育人群来说的话 已经达到80%了 所以为什么说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会继续下降 因为农村的人的生育观念 跟城市里也差不多 那完全放开以后 同样在城市里的人的话 现在看来实际上是相对收入高的一些人群 反而升得多一点 大家都听到这么个富豪升很多 那当然这是一小不安全 但确实是就是你生活相对稳定 收入比较高的人 他有能力 或者是有这个意愿去多生一些小孩 反而在城市打工的 或者是这个比较低教育低收入的人群的话 他的生育率也不会很高 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个问题 那若想废除计划生育计划 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些利益集团 比如说计生部门 他从计划生育中 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比如说社会抚养 您觉得冲破这层阻力主要是通过什么方法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最大的阻力 因为寄生人员的话 一共也就几十万人吧 中国现在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去安排这些人 做一些其他中有益于社会的事 所以应该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除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外 您觉得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阻力 我觉得这个还是个认识问题 以前经济学家发的声音不多 这次经济学家也一起提了这么一个呼吁书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认为 这个对中国长远这个经济是不利的 现在媒体关注的越来越多 那民众现在也逐步逐步关心这一点 那决策层政府现在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现在从媒体开放来讨论这个问题的程度来说 说明决策层实际上已经是开始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那跟前几年还是完全不一样 和开害还是个认识问题 我想请您预测一下 就是假如我们人口政策开放 会朝着什么样的图鉴开 是一下子全面开放呢 还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省慢慢地开放 当然我们认为应该是完全地开放 立刻就开放 当然具体实习起来可能没有这么乐观 因为大家高空决策层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实际上全部开放的话是最容易实施的 因为不用牵扯到地区之间的差异 也不用取消再搞什么证啊审批啊 因为这实际上是带来很多的 其他的一些负名的效益 完全放开的话 你只要是在中国出生的人 就可以享受同样的这个户籍 或者任何这个效益的待遇 是最合理 是最容易实施的这么一个政策 具体当然它到底是放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达到这么一个 立刻改变的这么一个认识 这么一个高效率的执行的程度 那个我们也很难知道 最后再想让您参想一下 假如这个政策放开之后 中国未来将会呈现哪一种局面 这个就是很好了 至少有社会的一个负担给去掉了 政府少干了一件事 至少在这个方面的话 至少是跟国际接规了 也不会有任何这个人权方面 在诟病中国这样那样的问题 然后这个也不会这么多人 拿着这个作为借口要移民 或者香港人也不会说 这个怎么这么多大陆人来生小孩 就解决很多很多这样的社会问题 男女比例可能会立刻也会恢复正常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 而且老实说应该是有能力的家庭 剩三个小孩 也是非常值得 不能说鼓励吧 应该是值得让大家认为是一种 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现在这个所有的人都没有兄弟姐妹 将来他们的一代连叔叔阿姨都没有 这个也是非常不正常 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事 所以很多东西都能够恢复恢复正常 这三十年做了这个一台政策的话 有很多东西都被扭去了 那这个要尽快地把它恢复 我们下期再见